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杏仁脆皮大虾的做法 学会了在家你也是大厨 第一步准备大虾去头 做这道菜我们可以用大明虾大炒虾都可以的 去好的大虾头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剪刀给虾尾的壳剪开 再给虾尾里面的虾线挑除 接下来我们给虾尾腌制一下 放入少许的盐 少许的葱姜水 再放入少许的胡椒粉去腥 用洗干净的手给里面的调料一起抓拌均匀 腌制一下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去了皮的土豆切成厚片 切好的土豆片切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烧一锅开水 给土豆片放入锅中盖上锅盖上去蒸10分钟 10分钟已经到了 现在我们给蒸熟的土豆片从锅中拿出来 再给土豆片加入少许的盐加个底位 准备一把勺子给土豆片碾成土豆泥 再给土豆泥里面加入3克的玉米淀粉 用勺子给土豆泥和玉米淀粉一起拌均匀 拌均匀的土豆泥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给提前腌制好的虾尾拍上一层玉米淀粉 再用勺子给土豆泥抹在虾尾上面 土豆泥可以多抹一点 这样虾尾看上去会更加的饱满 抹好土豆泥的虾尾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干净的碗打入两个鸡蛋 用筷子给鸡蛋打散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个干净的碗倒入50克的杏仁片 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先用虾尾沾上玉米淀粉 再沾上一层鸡蛋液 沾好鸡蛋液的虾尾再沾上一层杏仁片 沾好杏仁片的虾尾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摆放整齐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 给油温升至到四层热 下入虾尾下进去炸 虾尾在炸的过程中要一个一个往锅中放 不要一下子全部放进去 不然杏仁片容易脱落 等炸制进行以后 用勺子给虾尾翻个身 炸虾尾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油温不能太高 全程控制在四层热 油温高了 杏仁片就容易被炸糊 这次炸了三分钟的虾尾已经熟了 现在我们用筷子给它捞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外表金黄酥脆 看上去非常的有食欲 再给提前去下来的虾头也炸一下 虾头在炸的过程中油温可以升至到六层热 给虾头炸制到酥脆 炸制到酥脆的虾头先捞出来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撒上一把葱花 再给炸制酥脆的虾头倒入锅中 撒上少许的椒盐粉一起翻炒均匀 接下来我们给做好的椒盐虾头摆在盘子中间 再给炸好的虾尾摆在虾头后面对整齐 虾尾上面再淋上少许的泰国鸡酱 泰国鸡酱在淋的过程中一定要淋得均匀一点 这样在吃的过程中口味才会更加的均匀 边上再放上少许的吊篮叶子搭配一下颜色 一道好看又好吃的杏仁脆皮大虾我们就做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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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